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这个明白人是真多呀 这个都从不同的角度啊,一针见血,入目三分啊 还是选自己的顶头上司,又是派出所所长,挣钱快,安全 肯定是老板,挣钱快也安全 如果那个女辅警那么放荡,她当时是怎么被招进去的 难道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吗 也对啊,当这个审查可严格了 作为一个女辅警,其实就是临时工 她最大的梦想应该是什么 转正 如果有人答应一帮她转正为幼儿,要求和她上床 但之后又没有兑现承诺,她会这么想 这不被坑了吗 她可以去告状吗 不能啊,那是她的顶头上司 那她该怎么办 要点经济上的补偿吧 如果是敲诈,会被同一个人敲诈两次的概率有多大 很低很低 如果对方又是公安局副局长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 还有被敲诈的那些都是工资人员 他们怎么会那么有钱 那我不知道 他们被查出了吗 好像听说有 网上公告了吗 没有 他们当初被敲诈的时候,为什么不报警 看来这不是被敲诈 谁敢敲诈公安局局长啊 作为堂堂的公安局副局长 还有派出所所长 他怎么能会被一个临时工敲诈 对 还有既然是敲诈,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敲诈过更有钱的老板 对啊,老板才有钱呢 难道他们比老板挣钱还容易吗 有可能 既然是敲诈,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敲诈过更有钱的老板 哦,看来他还真的是一门心思的想转证啊 有病乱投医 看来谁答应帮他转证 他就和谁睡觉 然后屡屡被骗 然后就要点安慰的钱 还有那个女辅警说要赔偿费 如果没上床算是敲诈 如果上了床又怀了孕 前后持续将近一年 这还算是敲诈吗 哦,不是 那应该掉什么 那应该是补偿费 青春损失费 那既然那个女辅警不是敲诈 背后究竟是谁在敲诈谁 那我不知道 那究竟是谁掀开了谁的这些物 我不知道 还有这个案子的原告是谁 我不知道 那没有原告怎么会有被告 哦,也是啊 既然不可能是敲诈 怎么可能会判刑13年 还要把所谓敲诈的370万交出来呢 太不交不得了 白球还想灭口 比新闻刑还快 这是我见过最可耻的人 不过我有点同情那个女辅警了 一门心思想转正 浪费了青春 还搭上500多万 太可怜了 也有点傻 他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还有他不但要坐牢 还要再罚500万 谁都知道那个女孩子肯定拿不出500万 20万才不一定拿出来 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判呢 难道背后还有故事 还是装逮软柿子尿 还有如果判决书没有生效 发愿会没事缴事 主动把判决书放在网上吗 应该不会 还有既然生效了 他又怎么又给撤回了呢 看来他们心里有鬼啊 言格林曾经在小说天语中说过 故事产生了可救赎的价值 可以让我忍受他的黑暗与残酷 我相信时间会逼出答案 这个连云港的法院他们就首先就知法犯法了啊 他们最应该维护法律法制法计 他们却干出来 是吧 刚才说了都没有原告 这个哪来的被告呢 还有一个啊 这个说这个事啊 大家看一看啊 潘石屹的儿子的事 潘石屹儿子的事啊 现在有人是这么评论的 又一个侮辱英烈的网民潘某 潘石屹的儿子潘瑞啊 被刑事拘留 但是他人已经逃到境外 潘某已离境到国外去了 可能美国英国啊 现对其展开追逃 但是这个潘瑞发帖子是去年六月 当时的刑法还没有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该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啊 是扩核十一增加的 修正案扩核十一啊 就第十一修正案是去年十二月通过 今年三月一日起生效的 那么警方以修正后的法律 是吧 来判以前的罪 我之前说过一个概念 叫心法不治就罪 或者叫心法不治就恶 你原来没有这罪名 那人家不算非法 他他再过分 他再荒谬 他再荒唐 他再说瞎话 那不算 从你生效三月一号以后 你比如南京那个姓球的 叫蜡笔小球 那你按照中国的法律 还似乎是沾那么一点边 对不对 也只能说沾点边 人家也没有说侮辱英烈啊 人只是提出质疑啊 人家说了吗 对吧 但是你说潘石屹的儿子这事绝对是不应该 对不对 这就叫契约精神啊 得有契约精神 一个国家没有契约 你想办谁办谁 想放谁放谁 是吧 宽的宽松的松 盐的盐 对吧 这不对 你看契约塑造文明 谋略雕琢心智 没有契约精神的谋略 就是变相耍流氓 一个人没有契约品德 大家会敬而远之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契约精神 他就是骗子 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 是世界的污垢 说的对不对 大家觉得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好吧 谢谢